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我是Justin 又是讀書幫的時間 今次和大家介紹一本關於深度學習的書 《刻意練習》 《刻意練習》是由安德斯、艾瑞克森和萊伯特普爾合著 主要是說如果你想在某些領域 例如運動、樂器或足棋之類 想成為真正的高手的話 怎樣運用他的《刻意練習法》去實現你的夢想 這本書有作者可以說是一個反天才論的學者 他一生都去研究怎樣去學習這方面的課題 而對他而言這個世界裏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天才 所有我們平時見到的天才 其實他們背後都經過了一番刻意的苦練過程 只不過是我們不知道的 這本書是作者長期研究的成果 他可以教導我們或是你身邊的人 怎樣成為眾人眼中的天才 先講講作者提倡的《刻意練習法》 究竟他的核心概念是怎樣 作者認為人類的腦部就跟身體一樣 是有非常高的可塑性和適應能力 他透過長年累月的研究 和集合了很多研究到像的歲據 再加上有磁力共振的幫助 令作者了解到人腦有一個非常之高的適應性 就像我們的身體進行內力或力量訓練那樣 如果那天練完之後 到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的大腦就會覺得 咦!今天他身體這個部分 用多了很多能量 喔!看來要幫一下他 要給他多些養分才行 跟著身體的養分就會傳到那個部位 久而久之 那部位的肌肉就會開始有力量和耐力 而肌肉也會開始發達 會增大 這些基本上就是健身的基本概念 作者說 人體裏面除了肌肉和骨肉 可以做了這種適應之外 其實人的腦部細胞 亦都有相同的機制 即是說 如果你腦部某個地方的區域 是用多了的話 亦都會撥多些資源 去到那個地方給他發展 久而久之 人類某方面的能力 亦都相對會提高了 而這個現象 在小孩子6至12歲裏最為明顯 但是到了成年之後 這個機制依然存在 只不過速度沒有小朋友發展得這麼快 作者就是用這個理論 在1990年早期 創造了這個刻意練習的系統 這裏要講一講 刻意練習這個名字 其實是由英文直譯過來的 其實我一看下去 就較為難明白它的含意 如果大家想容易理解 就可以當它是一種 深度練習 或者高質素的練習 究竟刻意練習法裏面 包括了些什麼呢 現在就開始講一下 基本上是由三個要素 去組成的 首先第一 就要有目標的練習 第二 是要找專家教練去幫忙 第三 你就要建立一個叫做 心智表徵的東西 我們現在分開每個步驟來講 首先就是目標訓練 目標訓練包括五個重點 一 專注 二 要定下明確而且詳細的目標 三 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四 在練習的過程之中 要不斷作出檢討 第五 就是要持之以人的練習 第一點就是專注 相信這一點大家都知道 當你去練習一件事的時候 如果你是斜著做的 基本上你想有進步都很難 專注留心 這些是最基本的態度 我們大家都知道是需要的 接著就講一下 怎麽可以定立明確 而又詳細的目標 首先講目標練習 每當我們接觸一種新的活動 例如打歌爾夫球 我們都會花一些時間 遊靈學起 當我們學了一些基本的東西 之後 我們已經是急不及待 要去打 在你跟著的日子裏 你每次打 你都將它視之為一個練習 以作者來看 這個想法其實是一個謀誤 他說這樣的練習 就算做多少次 其實都不會有進步 那怎樣才是有效的方法呢 首先我們將一次打球的練習 分成很多不同的細微部分 例如揮棒 推球 特殊敵營的打法 你便將它們分解成不同的部分 不厭其煩的 重複去先練好一件事 再去練第二件事 如果經過這個有計劃的練習之後 通常球技都會有很顯著的進步 第二件是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不論在什麼不同的練習 其實我們人類都有一個自然的趨勢 就是我們會留在自己的舒適圈裏面 譬如說我們去練100米的短跑 我們會盡力去跑 但當你跑到覺得身體又痛又辛苦的時候 你就會自自然而不再加力 這樣就叫做停留在舒適圈裏面 所以就是說這樣練習 其實是不會有進步的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呢 就是當我們練習的時候 應該刻意去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以上面為例 我們每次練100米短跑的時候 就算覺得辛苦 都要迫自己繼續加力 每次練習的時候 都是其實咬緊牙關去做的 這樣才會有所進步 相信如果有玩開健身的朋友都知道 譬如我們舉了一個某個重量的啞鈴 舉了12下之後 已經是跟平力盡了 其實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再發力勉強自己去舉多一下 或者兩下 才達到最有效刺激肌肉的目標 這樣這一種就視之為走出舒適圈的練習法了 第三我們在練習的過程之中 要不斷地去檢討 他的意思就是說 既然我們已經定下了一個程序 日期的時間表去練習 但是你不可以麻木地一成不變地去練習 每一次練習回來 其實你都要自己檢討 到底在那次練習裡面 我們有沒有進步 有沒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需要改善 如果有 你就要修改你的練習計劃 在下一次的時候 再依照這個新的計劃 再去練習 這樣反覆不斷地自我評估 就是作者認為一個非常需要的步驟 接著就要有持之以人的練習 其實在漫長的練習裡面 日復一日 月復一月 年復一年 過程之中 我們難免都會感到這個卷袋 還有有時候會遇上一些瓶頸位 在這些關鍵時候 更加要提醒自己 一定要堅持下去 這樣才有可能會成功 好 刻意練習第二個重點 就是找教練 我們中國人坊間 有一句俗語叫做 無私不通 也都證明了一個導師 對於一個人在學習的過程中 是多麼重要的 因為經驗豐富的導師 他可以很輕易 就會看出我們常常犯的錯誤 立刻可以加以糾正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客觀的評估 不用自己評估自己 而且好的教練 他除了可以在技術上 比喻指導我們之外 其實他因為見得學生多 他對每個學生 每個時期的心態都很了解 雖然有時我們在心理狀況方面出現了問題 他們都會適時幫助我們 另外如果情況或經濟許可的話 一對一的私人教授就會好過集體受課 好 當我們跟隨一個教練一段時間之後 發覺我們的技術進步變慢 或者沒有再進步 這個時候就要考慮找一個更高層次的教練 才可以確保我們進步的速度 當然越高層次教練就越難找 當中要加多一些積極和耐心 刻意練習第三個元素 就是要建立這個心智表徵 書裏面用心智表徵這個詞 用得不太好 加為令人難名 而且也太過抽象 其實他是有點像柏拉圖的理型理論 即是理想模型的那個 如果簡快點再去講 就是我們要盡量爭取機會 去觀察在我們想學習 那個領域之中的大師 他們的表演的時候 或者他們表演某些技能的時候 是怎樣 當我們不停地看一看一看的時候 在我們腦裏面就會建立了一個理想模型 即是說這件事要做得好 究竟應該是怎樣去做呢 變成有一個目標給我們去模仿 當初就以模仿為主 但你在模仿裏面又得到進步 即是你進步了之後再去看這些表現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發現了一些更加新的東西 是之前不懂得留意的 到你發覺之後 你再看了又有改進了 到最後你的心字表徵就會越來越成熟 亦都是力朝向大師級的水準走多了一步 而且經過反覆操作之後 我們的技術就會越來越進步 以上就是刻意練習的大概內容 我之前說過 我在這裡是做書的介紹 而不是做書的推介 所以正常來說 我是不會加一些評語 但是因為這本書是大為特別 我讓我自己看完之後 都有些地方是覺得有些問題 首先就是作者完全否定了天才這件事 認為每個人只要他用的方法正確 而且又肯付出努力 每個人都可以是天才 但是我們看回我們日常的生活 或者看電視各方面得到的資訊 亦都可以告訴我們 事實並不是這樣 這個不論是國家級的奧運體操隊 或者是一些音樂演奏家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訓練的時候 都是一大群人 差不多水準年紀一起受訓 他們受到的訓練 代語也是相同 到最後出來 為何十個人裏面 只有一個人的表現 是特別出眾的 在同等環境 代語訓練出來的人 也有所不同 這個如果我們解釋 不是天賦 那究竟又是甚麼呢 另外一樣 就是作者在前半部 就已經講完我剛才所講的內容 在後半部 就拿了很多 舊時的知名人士 拿來作證 有很多根本上 連作者都未出生 怎會用到他的方法呢 但他就說 這種方法其實已經很接近 刻意練習 而最大的問題 所在就是 他古人的例子 就舉了很多 那究竟在我們現代 我們接觸的人之中 或者曾經受過 刻意練習的訓練人之中 有沒有出過一些 出類拔萃的人物呢 那書裡面是完全沒有提過的 所以究竟他的成效有多少呢 也是一個未知之數 即我不敢說他不好 因為就算我介紹得他 我覺得他有些地方是對的 但是盡信書不如無書 所以當大家看的時候 也可以用大家自己的理智去分析一下 究竟要相信他有多少呢 和怎樣套用他的理論呢 都要自己詳細些想一想的 但無論如何 希望大家看了這本書之後 都會對自己實現夢想這個領域 可以踏進一步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按讚和訂閱 同時最好就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